丈夫孕妻出轨 父母以死相逼让我隐产 但是我要把她留下来 2016年7月份 一次网络机缘 让我遇到修心灵法门的师兄 并结缘了心灵法门入门手册和经书 经过师兄的耐心指导 我慢慢开始学会了 运用心灵法门许愿念经放生 三大法宝 从此走上了学佛之路 刚开始我是在婚姻感情破裂 试着想挽回的心态下学佛的 2016年 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和前夫的恶缘突然爆发 每天争吵不断 后来她夜不归家 出轨 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原本就是一个性格急躁 焦虑 爱钻牛角尖的人 事事都爱寻根问底 这或许也是我们争吵的原因吧 怀着阴的我 知道前夫出轨后 情绪极度崩溃 每天感觉生活没有意义 甚至我在想着 这个辈子我也没有伤害过谁 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伤害 那时候还没学佛 没有智慧 只知道是别人在伤害我 却没有反思过自己的过错 学佛后 听师父录音开示 才真正懂得 什么是业障 与因果轮回 即使是别人的过错 也是自己的业障感召的 后来父母知道了这件事 以死相逼 让我把肚子里 四个月的孩子打掉 然后离婚 那时候我的压力非常大 犹豫着要不要这样做 爸妈强行带我到医院 住院手续都办好了 晚上准备用药 引产的时候 孩子一直在我的腹里 强烈地动 好像在发出求救信号 妈妈 不要把我杀了 虽然还没学佛 但是我想到 他也是一个小生命 和我合为一体 我真的不忍心杀死他 每个人都有来到 世界上的权利 为什么他不可以 正是这样一个意念 我下定决心 谁逼我都没用 我要把它留下来 爸妈说 你要是留下 以后你们的生死 都与家里无关 孩子 你自己带 我能理解 做父母的心情 站在他们的角度想想 父母是担心我 今后独自带个孩子 会给我造成 生活上的负担 成为累赘 但是 肚子里的是我的孩子呀 我想保护他 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和父母的僵持下 我转身走出了医院 那时候 前夫对我 更是不闻不问 在整个孕期当中 都是我一个人走过来的 不管白天黑夜 情绪崩溃到无法入眠 饭吃不下 每次去产检 医生都说 胎儿发育不好 那时候 我整天都在胡思乱想 他为什么要伤害我 我哪里做得不好 那时的我 已经顾不上肚子里面的孩子 也不懂得 去转变心中的执念 直到七月份 晚上睡不着 我在网上 结识了莉莉师兄 我们便留下了联系方式 那个时候 师兄很热心地开导我 教我做功课 念小房子 告诉我在哪里 可以听师父录音 一步步地指导着我 那时候我每天放声 听师父录音 看视频 心情好了许多 也不再怎么纠结 前夫的事了 在我学习心灵法门 大约一个月左右 我梦见了师父 他就站在我家窗户边 对我说了一句 呵呵 男孩 当时的我 没有太在意 也不懂得 这是师父慈悲我 法身到梦里来 给我加持 想想当时 真的是很愚痴 我向菩萨妈妈忏悔 向师父忏悔 距离预产期 还有一个半月时间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那天 我早上去放生 不小心 绊了一下脚 摔倒了 当时没有受伤 回到家后 感觉孩子 一个上午都没有胎动 我马上开车 到了当地医院 医生检查说 缺氧严重 胎儿难保 得马上进行 抛肤产手术 那时候的我 一点准备都没有 打电话给前夫 叫他马上到医院来 我要生了 他骂着 说了一句 不关他的事 马上挂断了电话 我叫了一位阿姨 帮我回去 去孩子的衣服 自己签字 做抛肤产手术 下午 孩子平安顺利地 出生了 虽然有点早产 但他的体重 还在正常范围 不用进保温箱 医生取出孩子后说 是男孩 五斤六两 正是师父在梦里说的 男孩 医生说 孩子好干净呀 是啊 怀孕前期 虽然还没有 接触到佛法 但我几乎都没 怎么吃荤食 我从坐月子 开始吃素 从怀孕到生 宝宝都没让我 受过什么折腾 没有孕吐 月子里吃饱了就睡 孩子的父亲 从我生产 到坐月子期间 一共出现过两次 但几乎每天 打电话来闹 都是为了离婚争吵 在孩子出生的第二个月 我答应和他离婚了 我什么也没要 只要了儿子 那时候的我 虽然还有情绪 但是 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 我再也不用担心 这个男人 晚上去哪了 几点回来 我再也不要受这种精神折磨 真的太痛苦了 从那以后 我就过上了 单亲妈妈的生活 也开始认真做功课 念小房子了 我一个人边带孩子 边工作 虽然日子辛苦 但是内心有方向 不再迷茫 我的路在哪儿 孩子虽小 但他很乖巧 我忙的时候 放一首大悲咒 我是师父的录音 他都能在那里 一上午不闹我 除了肚子饿的时候 哭一会儿 我和前夫的缘分近了 所以婚姻 没有走到最后 但我有一种感觉 儿子是菩萨妈妈 安排到我身边拯救我的 我相信 一切都是菩萨妈妈的 最好安排 自从有了孩子后 我慢慢地 走出了离婚后的悲伤 每天的经历 就在孩子 工作 念经上 很少把自己带回到 感情伤害的情绪中 那时候 虽然经济不宽裕 但我许愿 每个月放生 三十条鱼 平日里 我和孩子 住在店里的仓库 省吃俭用 把钱 拿去买鱼放生 刚开始 是一天一条 两条这样去放 每次 我都带着儿子去 就这样半年后 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我的工作 越来越顺利 收入 也翻了两倍 我没有因为 自己的经济 开始好了 而乱消费 许愿 从一个月 放三十条鱼 到给自己和孩子 各放生 五十条鱼 给师傅 放生 一百条鱼 这时 我开始 真正地 许愿吃全素 许了愿 就要守戒 更是可以 时刻监督着 自己的行为 学佛后 自己每天 充满着正能量 遇到不公平的事 不再去钻牛角尖 也不去抱怨了 我知道 这一切的发生 都是有因果的 我要学会忍辱 吃亏是福 没有什么好去争的 修来的是福 争来的是货 忍让不是懦弱 学佛后 我从性格和言行上 开始慢慢地变化 从以前嘴巴刻薄 脾气暴躁 到现在不纠结 不抱怨 遇到被冤枉的事 我只是笑一笑 不去争个对错 身边所有人 都对我的转变感到惊讶 都问我 你是经过什么样的圣水 来蜕变的 我说 是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的泪水 只要我们犯错 菩萨妈妈 都会掉下慈悲的眼泪 但是 菩萨不动因果 只能靠我们自己 去修去悟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在这四年当中 我有股懈怠 是自己业障深重 也是摩考 那时候 我念经念不动 也不想听录音 小房子 更是跟不上 这样的日子 维持了有两个月 有一次 师兄 私加了我微信 师兄很热情地问 师兄 你念经了吗 你有经书吗 如果没有 我这里 可以免费结缘给你 学佛的师兄 真的不是亲人 圣死亲人 他总在你迷茫的时候 给你一股 前行的力量 我把我的情况 跟师兄说了后 师兄重新度我 耐心地给我解答 与鼓励 每天都会发信息来问 师兄 今天功课做了吗 你有听师父录音吗 你遇到什么 不懂问题 随时来找我 当跨不过心里 那道坎 想放弃的时候 我又去找了师兄聊天 这时候他说 师兄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修啊 人间真的很苦 我们的师父 也不分昼夜 辛苦地来度众生 我们只有跨过去 好好修 才能回到天上的家 那里才是我们 要去的地方 师兄加油 我们一起 这时候 我感觉又有着一股能量 鼓励着我继续前行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懈怠过 比之前更努力精进 我不能懈怒 我懈怠了 会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菩萨妈妈 从那以后 不管遇到怎样的阻碍 我都坚定地跨过去 功课 小房子 听录音 放声 每天都跟上 即使再忙 一天也保持两张小房子 现在每天 如果少了一样 我都感觉一天不踏实 我现在工作稳定 孩子乖巧懂事 自己内心 有了前行的方向 不再被虚幻的东西 而去忧虑 日子虽辛苦 但我很知足 学佛这四年 改变了我的命运 从重度忧郁症 到现在每天 充满正能量 医院治不好 心理方面的病 是学佛 让我脱胎晃骨 孩子今年三岁半 在他两岁时 我就开始慢慢教他念经 他从小咒念起 到现在大杯咒和心经 这些经文 他都可以独立 去自己完成功课 平时 他也很喜欢去放声 我们娘俩 几乎每天都到市场 去买刀下鱼放声 我甚至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业障和结束 只能靠自己去化解 平时 多积累功德 有灾难的时候 才能够化险为夷 就在今年2020年4月20日 早上 我带着孩子 去带一位师兄的家人放声 刚开始 我们不知道 对方是重病人 我就按往常 带其他师兄放声一样 进行了放声仪式 放声回来的时候 我心里面 总有一种 说不出的难受 也不知道 是从何原因 我回家 念了礼佛大唱悔文 但还是感觉不太好 回来 我直接到公司上班 孩子 到了朋友家去玩 到了晚上8点 朋友打电话过来 跟我说 孩子在玩滑梯 是摔下来了 头上出了很多血 昏迷了 我赶紧开车到朋友家去 看到孩子躺在那里 我真的像湿了魂一样 我明白 那个滑梯的高度 不至于让孩子 摔得这么严重 应该是孩子的一个结 我马上抱起孩子 往医院赶 从孩子昏迷到医院 这个时间 整整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到医院抢救室 医生马上进行 抢救安排CT 观察到 头部有点内出血 医生告诉我说 孩子昏迷时间这么长 加上里面有内伤 按照正常情况 需要手术 把楼内积雪排出来 塑醒机会才会大 我一个人在外面 害怕到哭泣 我在想 如果孩子有点什么事 我一个人怎么办 这些年 我们娘俩一直相依为命 我马上许愿为儿子放生 一千两百条鱼 拈四十九张小房子 给孩子的药金者 把自己吃素与放生的 功德的百分之二十 转给孩子 求菩萨妈妈保佑她 度过这个劫 让她在人间 有更多的时间 去度众生 菩萨妈妈 真的听到了我的求救 过了大概有二十分钟左右 医生出来告诉我 孩子醒了 我马上冲进去 拉着孩子的手 我以为孩子的意识 会不清醒 没想到 孩子一见到我就说 妈妈不怕 爷爷摸头叫我起床了 我没事了 我想回家 这个时候我知道 是师父的法身来 救儿子了 抢救的医生跟我说 真是幸运 一个孩子 在昏迷一个多小时 没有及时送到医院 进行药物和抢救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脑缺氧 根本就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苏醒过来 还能恢复意识清醒 你们平时烧高香了吧 我说 我知道是菩萨妈妈 在保佑着我的孩子 才能躲过这一劫 儿子 一直说要回家 不要在医院 但是医生说不行 送来的时候 情况这么严重 万一回家后 突发什么情况怎么办 里面还有点内出血 一定要留眼观察 我就去办了住院手续 到了住院部 医生给孩子 缝了头上的外伤 儿子真的很坚强 他怕我担心 不哭也不闹 在缝针的时候 那些医生和护士谈话说 真的很少见这种事 有这么幸运 孩子头上缝了六针 除了轻微脑震荡 头上的外伤 和里面的内出血 其他都无大碍 因为当晚情况紧急 没有出片子 第二天 医生来查房时 给安排做急诊CT 再次观看 头部里面的浴血情况 医生开好单后 我和护士就带了孩子 去做CT 进去了半个小时 孩子都没出来 医生不停地出出境界 我也不能进去看 只能在外面等 等待的过程 是最煎熬的 我又开始担心了 在想 是不是病情 有什么恶化转变 医生出来 我问他 是怎么了吗 怎么你们 换着这么多医生来看 他说 现在不是怎么了 是我们找不到 昨晚那个浴血 去了哪里 变得无影无踪 怕这个浴血 隐结在哪个部位 但怎么找都找不到 经过了医生反复地查看 确定这浴血 的确是没有了 医生一直说 真的是神了 我说 是菩萨妈妈保佑 医生说 我还真信了 有菩萨保佑 昨晚来的时候 还是危重病人 今天像没事儿一样 医生问我平时 到哪里烧香的 那么灵 我说 心诚则灵 我们学佛吃素 菩萨一定会保佑 我们化险为夷 当时 门口还有很多病人 在排队做CT 医生就跟外面的病人说 好好向这位妈妈学习 多积德行善 就能保家人平安健康 确定孩子的头部 我大碍了以后 我们下午就回家了 回来的路上 儿子一直跟我说 妈妈 我都说没事儿了 爷爷 他真的叫我起床了 他说的爷爷 就是我们的师父 回到家后 他洗了澡 换了衣服 他自己拿起经书 念大悲咒 第二天 我就带孩子去放生了 菩萨妈妈 真的是有求必应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保佑我们 度过这次关节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和隆天护法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